一 公 三 二 五 剛過完45歲生日的吳祁樓 不愧是棟林男神 整個人省彩翼翼 在臉上完全看不出歲月的痕跡 他那天也是拍到聽完才回來 然後當然他有準備了 準備了另外的小禮物 怎麼樣的禮物跟我們分享一下 怎麼樣的禮物 就我生活上我可以使用的禮物 還挺好的 是秘密是不是 對… 談到老婆給的驚喜 吳祁樓保密到家 但臉上仍洋溢著幸福的表情 為什麼想要帶老婆來台灣的 沒有刻意去安排這些事情 因為大家的時間 我們現在確實在工作上都很忙 那只要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生活上的時間 通常也不是我們能安排的 所以隨緣 難得回到台灣 沒有和老婆留時是一起 但外界都很關心 兩人的續季婚禮 什麼時候才要舉行 你問幾次要宴客嗎 你問那麼多幹嘛 又不請你 我們分享一下 沒有啦 沒有開玩笑 我得先把所有的事情都確認下來 我知道了之後才能開始 有邀請的名單 但現在還沒開始 所以你們謝謝大家關心了 雖然不透露半點資訊 也沒有邀邀記者 但有消息傳出 吳祁樓正積極籌備當中 明年春節就要舉行婚禮 粉絲們也很期待 這對螢幕情侶 會帶給大家什麼樣的驚喜 記者郭鮮陽巡親眼君小組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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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